大家好,我是一华半导体电源与能源技术创新中心的科本书 今天在这里给大家介绍基于电力线载波通信的智能光伏组件优化器方案 我们这个demo是对光伏系统的一个模拟 然后这两个灯是演示着一个太阳光照的情况以及变化 然后下面这个是一个拖布图对整个系统的一个介绍 光伏板是一个串联的方式 然后连接到逆变器上面 每个光伏板都有格子的组件优化器 然后逆变器通过逆变到除能系统或者是到电网 然后下面三个房间是模拟着实际的一个光伏装配屋顶的一个情况 每个屋顶上面都有光伏板 然后光伏板的这个电压和能量用旁边的两条LED来指示 红色的是电压 然后最右边这个高的是整个系统的一个指示 然后下面这边是一个我们组件优化器的一个DEMO板 然后这边是一个PLC的一个安装在逆变器的一个PLCDEMO板 然后优化器和逆变器之间可以通过PLC进行通信实现组件级的优化 以及电流电压温度的一个监测 然后这个演示系统有三种工作模式 一种是没有MPPT功能的 第二种是基于逆变器的优化器功能 第三种是组件级优化器功能 下面我演示三种不同的情况的一个能量输出 第一种是没有优化器的 然后整个能量的输出相对来说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光照不是很均匀的 它的输出的话能量不是特别多 相对来说会低一些 然后第二种模式 第二种模式的话 是基于那边气优化器的 它的能量输出会提高一些 第三种模式是基于组件级的优化器 组件级的优化器会对每个光优板进行功率优化 然后整个输出系统相对来说 如果在有一定的遮挡情况下 它的效率会更高 输出能量会更多 然后基于那边气的优化器方案 我们进行演示一下就有遮挡的情况 有遮挡的时候 由于整个系统是一个串电的系统 相当来说它的能量就会降低 因为被遮挡过后 整个一串的它的那个电流减小了 所以整个能量输出就降低了 第三种方式基于组件级优化器的 我们遮挡其中一个光优板过后 它的能量下降不是特别明显 因为组件级优化器 会对光优板的电流增大 电压降低 然后保证整个系统的电流是比较大的 实现能量的最大输出 我的介绍完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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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